我這邊的消息抓得還算正確的話 聽說昨天黃市長這邊 一次兩次各種動作 要求在全面查棄 到底台南市的淡淡的危機 淡淡的憤怒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所以等一下這個東西也可以跟我們報告一下 跟我們回應一下黨團 關心我們台南市被這些混蛋壞蛋污染的情形是如何 被這些混蛋壞蛋污染的情形是如何 或者我們完全沒有混蛋壞蛋的問題 我希望今天政府官員給我一個非常明確 讓我們的民眾讓鄉親可以安心的答案 我們要求要負責任的給我們一個安心的答案 從這個年初的時候 各位都知道很清楚 年初的時候我們台灣人缺蛋 我們台灣人缺蛋 歡迎如昆夫言請 年初的時候我們台灣人缺蛋 然後呢現在我們從巴西進口的 甚至是過期蛋 竟然還可以查驗出來 有疑似致癌的固執 淡淡的哀傷是年初台灣人買不到蛋 排隊買蛋我們一點點哀傷好了 可是到現在我們台灣人是不是應該要跳腳起來 問這個無能的政府 問這個踐踏台灣人健康的政府 原來進口的八雞蛋還可以有致癌的一些毒素在 更好笑的是這個進口商是怎麼樣子的一個日游泳的進口商 所以呢我們今天黨團在這邊要請教台南市政府 給我們一個明確的回答 我們台南有沒有淡淡的哀傷 轉成淡淡的憤怒壞蛋混蛋 肆虐我們台南鄉親健康的問題所在 等一下我們請幾個單位 今天包括衛生局 還有是教育局 還有是經發局 另外還有農業局對吧 幾個單位 一會兒消保官 剛剛我們的代處長也跟我回應了一下 說消保官也曾經陪同茶器過 也有一些值得讓大家 大家說清楚講明白的一些說明 消保官這邊也會有人來現場 那我們非常謝謝我們黨團同事 今天我們黨團亮的記者會 蔡英文跟蔡議員特別交代 我們的書記長特別交代 要問一下 這個台南失智完全沒有跟這件事情相干的 淡的流向問題 他雖然今天沒有辦法在最短的時間趕到 可是蔡英文議員特別交代 我們書記長說也要請大家給一個回應 那旁邊是燕祝議員 還有中正議員 還有這個我們盧慧慧議員 是不是燕祝議員先把最近這一陣子來自選 好 盧慧議員 好 盧慧議員請 好 盧慧議員 謝謝蔡英文議員 還有我們兩位好同事 兩位議員還有盧慧議員 這段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原諒你們 你們這樣子做法 你們這樣貪心的愛情 我們還是說 你們如果真的要錢 你們也黑錢 做我們的內心 我們還可以原諒你們 可是現在是你們生命 台灣人的生命 你們的活動又是不會輸 那實在是 昏慧你覺得 好嗎 重點是 我們政府單位 到金化黃偉誠的活動放出位 因為沒有開幕 假期間我還要開幕 我也要嚴重 今天這個記者會問一下 現在進口的這些蛋 巴西的蛋 流到台南是有多少 其他的 還沒有賣出去的 有沒有消費 我一定要了解一下 我們要了解一下 什麼時候也沒有讓我們了解一下 到底是台灣 台南企業企業 企業有多少人都來 現在大家都說 有企業的蛋 我們不要買 我們沒有企業的 就是沒有企業的 你看你現在 你們政府已經 給人民已經完全都沒辦法相信了 所以我今天 開這個記者會 要叫你們來解釋 把民眾解釋成 到底台南其實是多少 啊 後來這些 有沒有查到說 還有遺留的 還要消費 還有 政府像我們那樣 那樣 要是要在這塊 台灣人生的 活動都生的啊 我們生 出氣的 你知道嗎 你都說 你是台灣本 在地的本土 你是自己人 你自己人 你政府 他叫人 大家民眾 要外長人 給你們機會 這就是給你們機會的下場 就是給你們機會的下場 你們說你是台灣人 台灣本土 國民黨不是外來政黨 結果國民黨愛台灣人 你們說愛台灣人的錢 很貴運 好 謝謝